都破苍穹之三年之月 特别篇已经更新到12集 离这一季的完结还有不到半个月 这部作品自更新以来 这一季算是最好的了 因为原著内容比较精彩 这一季可以基本给还原了 所以这一季的成绩比以往都好并不让人意外 而这一季马上就要完结了 回顾一下就能发现 这一季可不只是只有主角萧妍出彩 其他配角也有有模有样很讨人喜欢 尤其是海波东 堪称是第二男主战云兰斗云山 最终力保萧妍下山 可惜的是三年之日结束后 他就基本没戏了 那么这是为什么 其实答案很简单 下面一起来分析下吧 01 萧妍找到新的保镖了 只要是看过《斗阔苍穹》这部作品的都知道 海波东乃是以萧妍的保镖身份 进入加码帝国的 至于海波东为什么心甘情愿给萧妍当保镖 主要就是因为萧妍解除了她的封印 又帮她重回斗皇境界 而作为条件 海波东则要给萧妍当上几年保镖 可是等到三年之约结束后 萧妍却将海波东留在加码帝国 不再让她随身跟着保护自己了 这就有人感到奇怪了 但是看过原著的人 想必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萧妍找到新的保镖了 并且实力还远在海波东之上 她就是天火尊者 天火尊者本明要天火 乃是陨落新年上一任主人 当萧妍逃离加码帝国 进入迦南学院之后 就在学院之中的天粉炼气塔底部 发现了天火尊者 不过这个时候的天火尊者只剩下残魂 其实这也怪天火尊者贪心不足 明明已经收服了陨落新年 但是非要继续收服陨落新年子火 结果还没有来得及收服 就被早就窥探她的岩浆生物 给偷袭重伤 最终落得肉身陨落的下场 不过她肉身虽然陨落 但是凭借斗尊修为 硬是让灵魂苟延残喘了几十年 就在她自己都快顶不住的时候 萧妍跑进来了 为了能脱困重建天日 并恢复肉身 她和萧妍做了一笔交易 她传给萧妍五轮离活法 以及保护萧妍一年 萧妍则也要尽力帮她 两年之内必须给她找一具肉身 以供自己完全复活 最终萧妍答应了 并按照约定给她找了一具肉身 就是云山的尸身 另外海波东被留在阎萌 越是在阎萌 越被萧妍甩开差距 在天火尊者脱困有了肉身之后 就成了萧妍的忠实保镖 之后先是担任新允阁科席长老 后来还陪伴萧妍前往 王魂山脉营救药老 等到药老完全恢复之后 天火尊者得到的更多 又是各种担药 又是各种栽培 最终大结局成为了半胜高手 而海波东呢 他被萧妍留在阎萌 其实就是有了天火尊者 用不到他了 海波东也真的是死闹精 居然真的留在西北大陆的阎萌 而越是在阎萌 越是跟不上萧妍的速度 也缺乏战斗和资源 最终到了大结局 他也不过只有斗中巅峰修为 真是可惜了